要價財政是有法人依據的 應該根據市場的交易情形合理調整 但是我要請問交易情形 交易情形都是能力都一樣嗎 台灣四百多家醫院的抑價能力都一樣嗎 要費成長也不能單方面歸功於價格 換藥第一線不算的換藥 品質開銀 為什麼品質開銀 我連連開你的薪水 你還能維持你原來的生活秘密嗎 問務接長唯有藥品改變 唯有的主張到底是什麼 我實在是聽不出來 宜耀陽醫部長 這個挖東牆補西牆 東牆要倒了西牆還能撐住嗎 請別把藥品當作祭品 部長你不要跟我爭辯 我在那個委員會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錯的都還是錯 依耀陽醫部長是有法人依據的 他是應該根據市場的交易情形合理調整 但是我要請問交易情形 交易情形都是能力都一樣嗎 溢價能力都一樣嗎 台灣四百多家醫院的溢價能力都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 大者恆大 強者很強弱者很弱 什麼叫合理的調整價格呢 每位醫師要是梨花高血壓都會吃脈優 脈優二十五年來降了實現了兩成的藥價 萬物皆掌唯有藥品該點 所以各行各業 營業額增加 各行各業營業額增的都是喜事 唯有藥費 整體藥費增加的時候注定是悲劇 好我們來看 藥價調整的目的達標了 我們先來看藥價差這個問題 曾經在2016年 八年了 監察院有過糾正案 藥價差 為離地明確的合理藥價差比例 藥品合家機制不足 執行全民健保藥價調整機制效能不張 這個造成 這也是監察院的文字 以藥養育扭曲了醫療生態 你到底是要做這個藥價調整還是 石書長說過 這個藥品供應因素很多 這個是矛盾的 但是我也要告訴你們 藥費成長也不能單方面歸功於價格 藥費成長至少還有人口老化 癌重症病人增加通貨膨脹 原物料成本提高 研發成本提高 研發的規格也提高了 所以這幾年的這個藥價調整 造成很嚴重的後果 當然包括缺藥 這個工藥的這個穩定性換藥 第一線不斷的換藥 品質堪律 你藥價一直調這樣 能夠維持品質嗎 請委員你是專家 你跟我講一下哪一個藥品質堪律 那部長我請問你 如果我年年砍你的薪水 你還能維持你原來的生活品質嗎 你跟我講說哪一個藥的品質堪律 你是專家 我們來看藥價調整 下一個 我們來看目的 藥價調整的目的有沒有達標 有沒有達標 第一個縮小藥價差距 部長你知道每年的藥價差有多少錢嗎 你能回答嗎 差不多在四五百億左右 部長不錯你還講出一個數字 我本來想問你是四百億還是五百億還是六百億還是七百億 你大概知道我講話不是沒有根據的 第一個 他達到縮小藥價差的目的嗎 沒有 好這個沒達標 他的目的 好第二個 鐵省藥費作為幾副新藥 跟放快藥品幾副的裁員 抱歉 全台灣只有我有這個完整的數字 我們的新藥等待期是越來越長 我們的藥品幾副是越陷越嚴重 越限縮 台灣只有台灣發明這個幾副方法 癌藥 只能用幾個月幾個療程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做的 全世界都用到這個要病情惡化 為什麼呢 因為錢不夠 錢不夠 所以委員的主張到底是什麼 我實在是聽不出來 好 下一張 你是不要調藥價還是要調藥價 我在第一張投影片其實有答案了 但是來 好這裡 大家都說台灣人愛吃藥 我不認為耶 大家都在看那個百分比 百分之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台灣人真的愛吃藥嗎 不要比那個好不好 整個專業費用服務太低了 一個扭曲數字翻母那麼低 然後藥品好像占率很高 結果是以藥養一 其實如果我們回到GDP 藥品的GDP 我們才1.1 才1.1 日本1.6 南韓1.3 如果我再把藥價差再扣掉的話 當然實際上不會有這麼理想的 只是跟他0.7 以藥養一部長 這個挖東牆補西牆 東牆要倒了西牆還能撐住嗎 部長 能不能讓醫師正正當當 好好的賺錢 那他們應該賺醫療費 不要逼得醫院跟醫師去以藥養一 這樣子可以嗎 以藥養一還能撐多久呢 這個牆已經快倒了 這個以藥養一是過去的這一個部分是比較多的 那目前的藥價差 我已經告訴你藥價差 你講了410大概是10年前的藥價差 是有藥價差 下一張 這兩張圖我要問衛福部 我要問衛福部 我一直在尊重這兩張圖 為什麼在去年之前 台灣的醫療衛生支出 佔GDP都是6點多 突然間現在變成7點5 因為把長照算進去啊 這麼巧 在去年的大選 把長照算進去啊 有在野的總統候選人 他要求我們把投資 健康投資要提高 提高到8% 剛好你竄出來就是7點5 這麼多年都是6 然後還來一個 各國都有算長照啊 各國都有算長照啊 96年到110年 全部校正 你放了他這麼久 你突然間去做修正 好一個校正回歸啊 部長 如果你認為長照 我知道你把長照放進去 如果你認為把長照放進去 可以呈現這個醫療的健康投資 那我請問你 為什麼在算新藥新科技的財務衝擊時 不能夠把這個新藥新科技 帶來的可能的長照的費用減少也扣除呢 這是兩邊標準啊 雙標啊 請問你這個 你這邊要算 這邊就要算 好 部長你不要跟我爭辯 我在那個委員會29年 好 我們看最後一張 所以要告訴部長 有29年錯的都還是錯 告訴部長 這個 整個醫療支柱的佔比 你要算6.1 你要改成7.5都沒關係 我只是要告訴你 還是輸人家很多 你7.5 人家南韓是9.7 你算6.1都韓國是8% 所以這個是健康投資整個不足 健康投資不足 我知道部長 是部長以上都要去負這個責任好嗎 健康投資是不足 但是我們大家努力的方向 好我們再看右邊 管理呢 管理有沒有適當 醫院評鑑內目重重 分級醫療荡然無存 要價調整 採不忍睹 管理的不當 這個要指出事實出來 我已經檢出所有的診斷了 要指出事實出來 部長可能要根據這個診斷 去參考 未來怎麼治療 怎麼進行 好 健康投資不足 醫療管理不當 請別把藥品當作祭品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